记者林慧琴台北报导,长庚医院今日发表62岁女性借由人工生殖的方式,成功产下一字为医学上的罕见个案引起广泛讨论,但因为人工生殖法对于接受人工生殖设有不孕症等一定条件,而该名个案已由女儿、卫妇部国健署妇幼健康组长陈妙新表示,将了解个案情况咨询专家确认有无违法。 根据人工生殖法规定,接受人工生殖必须符合夫妻一方经诊断罹患不孕症或罹患主管机关公告重大遗传性疾病,尽由自然神域前有神域异常子女之余,以及夫妻至少一方具有健康生殖细胞,无需接受他人捐赠精子或卵子,且检查及评估结果适合等条件。 万一无不孕症或重大遗传性疾病,但有医学正当理由者报经主管机关核种后,也可实施人工生殖。 陈妙心指出万一未符合上述法规查证违法属实,协助执行人工生殖的医师将可依医师法以赴承介。 陈妙心强调,针对长庚医院发表个案将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咨询专家分析是否符合不孕症或其他法规要求资格,以厘清有无违法情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